129 《工商時報》 拼周三國關希臘第二批改革法堂送國會 2015年7月22日國際投資 A. 白蕭麗君希臘總理齊普拉斯 Alexis Pris周二以把第二批改革法堂送交國會 他必須讓該法堂在周三晚間之前獲得國會通過 才能就860億歐元紓困方案與歐洲債權人展開談判 希臘危機緩解 歐洲股市周一全面上揚 淡周二回黨 一方是因為獲利回套 一方面是商品價格大跌引發憂慮 齊普拉斯第一批改革法堂上週在國會進行投票時 由於涉及加稅、退休金與勞工法規等不受歡迎的改革措施 曾引發所述激進左派聯盟Cyrus的強烈反彈 所幸在親歐反對黨投票支持下 該法堂才得以順利過關 儘管國會這次對第二批法堂的看法 並不如前一批法堂如此分歧 但對多數黨勢力已遭削減的齊普拉斯而言 仍是一大考驗 希臘國會預定週三晚間就該法堂進行投票 週二希臘政府提交的第二批法堂 包括歐盟協助倒閉銀行的新規定 也就是所謂的銀行復甦與儲置方針 根據這項規定 陷入危機的銀行 其虧損必須先由股東與債權人共同分擔 之後才能動用納稅人資金對銀行進行紓困 此外新法堂還原立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旨在加速司法審理過程與降低成本 齊普拉斯所述政黨 加上參與希臘聯合政府的右翼獨立希臘人黨 讓他在國會300個席次中擁有過半的162席次 不過分析師表示 上週希臘國會針對第一批法堂投票時 由於史瑞雪起內紅 導致支持齊普拉斯的國會席次減少至123席 這也以為第二批法堂想要過關 齊普拉斯必須再次獲得反對黨支持 希臘週一重新開放銀行營業 並償還積欠國際貨幣基金與歐洲央行的貸款 這也反映在齊普拉斯政府與歐洲債人達成改革協議 得以獲取紓困資金後 希臘總算能逐漸回歸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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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總算能逐漸回歸正常生活